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依米 今天要和你分享 葛姐的文章 这样回你微信的人 就别再聊了 你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一发消息给他 看到对方回复 你兴高采烈地往下降 然而两三条消息过后 他却消失了 你盯着对话框 从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聊天框上方再也看不到 对方正在输入这几个字了 若说错了什么吗 或许再忙吧 会不会 没看到消息 不安息卷而来 你所有心思都被他牵引进去 无心工作 然而打开朋友圈 却看到他在别人状态底下的评论里 聊得整欢 本来挺难过的 可转眼又心软替他找借口 也许匆匆退出对话框 刚好没看到消息吧 于是下次 依旧不气馁地主动找他聊天 不禁心疼 我只想说放弃吧 他就是不在意你 曾看到过对方正在输入的一个解释 仅收到消息后十秒内在对话框中进行输入操作 即会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因为这个显示提示会寄起用户的兴奋感 而如果是超过十秒外的回话 说明对方不是很重视这段对话 所以超过十秒的不显示这个状态 避免不必要的兴奋度 所以按这么来说 如果你和某个人聊天会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那就足以说明你消息的出现让他十分兴奋了 倘若他在意你 会不愿退出对话框 眼睛分分秒秒定着手机转 每一条都不会错过 就像你带他一样 不可否认 微信早已成为每个人都离不开的通讯软件 时刻关注微信消息是大家的日常 哪怕工作再忙碌 偶尔累了放空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总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 所以你发过去的消息 他是一定看到的 半天不回复 只是因为没把你当一回事 网络上曾热议过一个话题 很多时候确实是看到消息 但手头上有事儿在忙 想要等一下再回复 这么想着想着 就觉得自己已经回复过了 所以最后给忘了 这是当代人的日常 意念时回复 然而现实是 即使有意念时回复这个习惯 可要是喜欢的那个人发消息过来 不管再做什么 都会第一时间腾出手回复 你怎么舍得让喜欢的他久等呢 不搭理就是不想理你 没有任何借口说得通 有人说看聊天记录就可以看出 在一段感情中 谁更占据主动位置 谁被爱得有思无恐成为被动 爱理不理就是他不喜欢你 拒绝你的信号 换位思考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为了能和他多说话 你拼尽全力找话题 即使偶尔对话尴尬到 你都不认识当中的自己 可仍然高兴 能和他多聊一会儿 都会让你觉得 那一天格外幸福 所以所有的爱理不理 都是因为不喜欢 因此才不想说 无话可说 如果和一个人的对话况理 他总是 嗯嗯 哦哦 或者白色聊天气泡 和绿色的话不成正比 那就放手吧 余生很短 找一份够得着的爱 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别付出了心思 最终有功亏一篑 付出东流 徒留自己 一个人伤心难过 泼冷水的回复 比沉默来得更加残忍 所有的表达 都希望被温柔以待 但往往有些人 喜欢在你诉说的时候泼冷水 以此抬高自己 这样的人眼里只有自己 以自我的狭隘眼光 看待世界 不管和他发展什么关系 最终都逃不过 隐伤痕累累高中 小诺就曾经谈过 这种类型的男朋友 刚在一起时 每当小诺兴高财烈地 跟他分享身边发生的事 他总是冷漠地 站在某个制高点上讲一通 那时小诺敬陪他 觉得他有主见 有想法 可后来被那样对待多了 他就再也没有心思 和他相处了 分手之后 再了解那份感情 小诺感慨地说 谈恋爱本该是 让人开心幸福的事 非但没有被宠 反而天天挨批受挫 谁都不愿意 最重要的是 对待是相互的 他一边希望自己的表达 得到重视 一边又如此冷漠待你 这般不懂尊重 实在不值得你再花心思 看过这样一段暖心对白 你觉得男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最暖心的举动是什么 微信把我置顶 就算没置顶 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消息 回复我 男生的心思是最直接简单的 他怎么对待你 就怎么喜欢你 所以经常不回复你消息的人 就别再为他找借口 抱着渺茫无比的希望坚持了 他的人生清单里根本没有你 也不想和你发生什么故事 你也不必再为他花费心思 浪费心绪 有位博主曾说 如果他同样爱你 又怎能舍得放弃 跟你相处的任何一个机会 没看到你的消息呢 别再自欺欺人了 一个爱人如果连自己的时间 都不愿意多分一点给你 余生的好几十年 你们怎么过呢 爱你的人也许真的忙 但他一定不会一直都在忙 无比赞同 真正爱你的人 没有我很忙的搪塞 只有你说吧 我一直在那的关怀 一直很喜欢这段话 有时候微信对你什么回应 就代表了他对你什么态度 所以退出无效的社交 那些把你当成草的人 别把他当成宝 和真正心里装着你的人在一起 要记住你的爱昂贵无比 要放在值得的人身上 那些消耗你的人 就趁早远离吧 你值得被最好的温柔相待 最后 祝大家都能找到时刻 把你捧在心肩上的男孩 优优独播剧场